我告诉你,谁会的苹果醋这种做法,能够喝上一个月 而且虔诚无添加,味道非常正宗 口味独特,做法非常简单 比大超市卖的还要好喝几十倍了 我奶奶70年前就一直用这个方法在酿制苹果醋 那味道真的是酸酸太香了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要先准备三个98岁的老苹果 这种苹果在我们这边叫做红苹果 然后再准备一个柠檬 相信很多朋友们最爱喝的饮料就是苹果醋 那开胃,鲜香又好喝 到外面买的话一瓶几十块真的是太贵了 而且一次都不够喝 那我80岁的奶奶一直在家里面自己做苹果醋 那我今天就按照她的方法试了一下 比买的还要棒,真的是太香了 接下来苹果和柠檬买回来之后 我们最好不要来吃 我们先用少量的食用盐啊,这样子 像视频中这样,给它表皮不停的揉搓揉搓 这个三家为了提高苹果的保存时间 还有提高苹果的卖相 一般都会在苹果和柠檬的表皮上打上一层蜡了 那这样子就会更加好看 这个表皮上面多少都会有一些农药残留 所以我们每次使用之前呢,如果不削皮的话 那这个表皮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 就像视频中这样子,给它加入少量的食盐 给它不断的揉搓 用了这个方法就可以把苹果的表皮热蜡 还有苹果表皮上的农药残留给它清洗干净 那清洗干净之后,我们可以滤干水分 然后摆放在一个小小的大盘中 接下来再往里面倒入一些82年的高度白酒 这种白酒的度数也不需要太高 大概88度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个白酒也不需要太多 大概给它倒入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苹果还有柠檬拿起来滚一滚 这样子可以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把蒸锅的水给它烧开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找个可以密封的玻璃罐 这种小罐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进来,放到开水上面给它蒸个五六分钟 这样子它可以去除一下玻璃罐里面的续菌了 它的罐子经过高温消毒了 从而就可以延长食材的保质期 我们大概就等五分钟就可以了,把火关妹 然后的最后我们再准备少量的一点点500克的老冰糖 这种老冰糖特别的香 那喜欢吃酸一点的可以少加一些冰糖 怕酸的朋友们也可以多放一些老冰糖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切苹果了 把苹果给它切成大大的小块 那这里一定要注意到了 这个苹果盒我们一定要给它去除掉 不然它就会影响成品的风味了 接下来把苹果给它切成了薄薄的小厚片 好话说得好 一天一苹果,医生也离我 所以我们可以把苹果给它浸泡出来 这样子来泡着喝也是更加的方便 再来就可以把切好的苹果钻进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切柠檬 这个柠檬头我们可以给它去掉一下 然后给它这个柠檬切成厚厚的薄片 没有促进我们食欲的作用 我们把苹果还有柠檬给它结合一下 让它自然化酵 成了这个苹果柠檬醋 那就会更加的好喝 但是柠檬片不需要太多了 我们只需要半个就行 这边我们就可以把柠檬的儿子挖出来不要 这个柠檬的儿子它带有苦涩味了 那一起给它浸泡化酵出来 这个味道呢 它就会发苦 然后不好喝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全部吹好之后啊 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那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装瓶了 把切好的苹果 先给它铺上一层 然后在罐子的底部了 然后我们再放上一层冰糖 再一两片这个柠檬片 这样子我们继续给它放上苹果 我们就这样子简单给它仿佛的操作 这样子重复给它操作一遍就可以了 一层苹果 一层冰糖 一层柠檬 一直啊就把这个罐子啊 这样子慢慢填满到为止就可以了 不过大家要注意到 我们一定要使用这种玻璃罐 这个玻璃罐 我们可以随时观察这个食物的腌制情况 下面我们再从船底下掏出两瓶这样子的亮照白醋 这种亮照白醋大概就是58度就可以了 这种白米醋呢 关键一点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亮照的白醋 不要亮支的白醋了 亮支的白醋大多都是人工给它勾兑的 人工醋呢不是自然化酵 纯度当然不如亮照的白醋 那做出来的苹果醋也会更加好喝 制作视频不易 你的每一个留言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请你们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你们的支持 这个白醋呢我们要放多少 大概就两瓶就可以了 只要摸过了这个苹果就可以 这个瓶口这个位置 我们大概要给它留个一点公分的位置 那可以缓止 我们花酵时候产生的一些气体二氧化碳 不然的话它就会膨胀了 把这个苹果给它奔开的 然后呢这个盖子我们一定要给它盖好 如果我们盖子没有密封性的话 密封性很差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给它盖上一层保鲜膜 这样子最后再给它淋紧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 给它换到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 这个状态下给它换常温就可以了 大概一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开喝了 当一个月之后 我们时间啊花酵的越长 它就味道啊更加香醇更加好喝 但我要补充一下 因此好的苹果醋不是直接拿来喝的 那样子味道非常的酸啊 所以每次在喝的时候 只要取出两勺就可以了 一勺两勺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再倒入三倍以上的白开水 给它勾兑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开喝了 所以我们自己做的苹果醋啊 它里面富含多种矿物质 还有氨基酸一些果胶 非常健康的一个饮品了 而且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做 成本啊三块钱都不到了 一天我们喝一杯 差不多都可以喝一个月了 那酸酸甜甜 非常开胃又好喝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